都说男生每谈一段恋爱 就会把对上一任的愧疚 弥补给下一任 那么他教会了你什么 我们还有可能复合吗 我已经不爱你了 到底是我哪里做错了 你说我就改 我保证以后你说什么我就做什么 我们能不能分手吗 你别这样 我觉得很难看 他让我知道不爱了就是不爱了 没有为什么 当你放弃尊严的去挽留的时候 在他的眼里却只是一个甩不开的麻烦 你可以为一个人卑微的尘埃里 但没有人会爱尘埃里的你 我不信分手了你一点都不难过 难过也会过去的 可我过不去啊 难道一个人的时候 你都不会想起我们过去的点点滴滴吗 你总会走出来的 也总会遇到下一个的 他也让我知道比爱太难 不然会伤得很深 无论多么深的感情 都可以放下 无论多么真挚的事业 都可以不算 人这一生就是不断地遇见 不断地离别 时间总会让人放下过往 无论它在你心里 下过一场毒大的雪 都要掩埋干净 然后奔赴下一个站点 我最后还有一个问题 你说吧 是不是因为我提出了 要带你见家长 给你压力了 你才提分手的 其实不关见你家长的事 说我早就不爱你 只是一直不知道怎么说 他也终于让我明白 感情里最伤人的就是 他已经决定要分手了 而我却还满心欢喜地 计划着两个人的未来 当他终于编好理由 我却以为是自己的原因 反省了好久 有时候前人教会你的 不是如何在一段 恋爱关系中 变得更好 而是如何对爱情绝望 谈的恋爱越多 越难相信爱 毕竟这种伤 受一次就够了 我和你猜来又猜想过 才想决定分开 为什么我们的结许 还是没有例外 我和你猜想决定分开 我和你猜想决定分开 我和你猜想决定分开